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上課了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可以上課了,謝謝 各位同心,大家好 我是新竹州新竹郡李宙宇 下面這些是我的資歷 我是第四屆初級班 十一屆的高級行政菜醫班 然後法理點召、事務局點召 聚首資格考試及格,以及聚首點召 以及前兩個月的參議員及內閣聚首的準備會議 這是我的記錄 除了黑熊沒有以外 這個就是台灣的法研預據 1895年4月17號 新朝皇帝 大家看這個地方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的權 並將該地方之所有堡壘軍器工廠 及一切屬公務文件永久讓於日本 為什麼會永久讓於日本 我會在下面的一些文件裡面說明 為什麼台灣可以割讓給日本 好,下一頁謝謝 下一頁可以嗎 這一個大家注意看 搶頭箱台灣工業銀行天津辦事處開幕 它的日期4月18號 它是在4月17號成立的 4月18號的新聞 跟馬關條約是同一天的週年日 下一頁 等一下我會講台灣工業銀行的屬性 來,在拿破仑時代1830年後 為了防止發生戰爭 開始重視國際法 包括萬國工法跟國際戰爭法 萬國工法主要講的是 主權領土不可分割 再來,戰爭法主要是講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不可就地合法 這個就是指現在流亡政府 第三,讓台灣的依照國際戰爭法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也就是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 不可在台灣就地合法 就有點類似 你去租人家的房子住 你想要把人家的土地所有權壯 拿到自己的手裡 想要讓這些房子成為你永久的居留地 這個意思 如果有不懂的可以問我 第四點 Chinese Taipei 有沒有 我們常常用的Chinese Taipei 有沒有 中華台北 他的全民 Chinese Exile 流亡 政府 印 在 台北 縮寫 Chinese Taipei 就是華語稱 跟流亡政府在台北 國際上還有一個明顯的例子 西藏 流亡政府對不對 現在叫屠博 屠博 Tibet 現在叫屠博 達蘭沙拉 就是Tibet Exile 流亡政府在達蘭沙拉 達蘭沙拉 是印度的一個都市 流亡政府都是以當地的城市的首都為名字 最明顯的證明 我在講華語 屠博流亡政府在德蘭沙拉 瓜湖 印度 這就是流亡政府的捲稱 對照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的意思一樣 好下一頁謝謝 戰爭法包括如下 第一章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日內瓦和平公約 第三紅石智慧總章程 有關戰爭的部分 還有美國陸軍野戰手冊 再來美國最高法院有關戰爭的判例 上述構成戰爭法 還要加入一些國際所發生的慣例 這個看過就好 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台灣目前的國際地位是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領土所有權 那個北京話聽得懂的舉手 那那個台語聽得懂的 好 那我講台語可以嗎 可以 OK 李國總統 那有台灣領土的占領款 就是立場美占 我會解釋 一百九五年有沒有 我剛開始的時候四月十七有沒有 馬關條約 大清帝國的鳳梨和大日本帝國的鳳梨 為強烈契約 大清帝國的FOMOSA 跟平衡 冠牛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除掉FOMOSA跟平衡 為一面地 注意喔 一面地喔 然後一九三千年四月一盒 鳳明華 內地延伸 日本天皇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一盒 是日本的民地憲法 讓台灣人有參政權跟參政權 大日本台灣領土 有一面地 緊固萬國公法 變成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本來殖民地是可以交割的 經過萬國公法的建構之下 完成的主權 我們成了大日本帝國主權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的領土是不可以分割的 只是現在被流亡政府 所佔領 再來 讓我們台灣人可以照政政法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到過中國人 Republic of China跟People Republic of China併吞 就是兩個中國對我們的併吞 古今山河平條約跟台灣有關的地方 第二條的B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跟平衡的管轄權 不一定受受過 這個意思就是 用大家最能夠 邏輯上就說 日本政府放棄了台灣的主權權利 你把主權權利當成 你跟你的小孩 你犯了罪 你關在監獄裡面 你無法對台灣 這塊所謂的小孩 實施你跟你的小孩之間 主權權利的相對義務的關係 這樣比較快 大家能夠理解嗎 就好像你本身犯罪的被關在監獄裡面 你無法實施跟小孩之間 權利義務的關係 第二條意思就是這樣子 你被迫放棄了與台灣權利義務的關係 但是主權義務還存在 主權義務體現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美日安保條約有包括台灣 你們雖然被 也就是日本政府雖然被迫放棄了主權權利 與我們的直接權利義務的關係 但是他必須要在美日安保條約之下 保護我們 這是權利跟義務是一種相對的關係 再來第四條的B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澎湖有支配權跟處分權 這個最簡單一句話 就是財產的處分權 財產的處分權 等一下我都會解說 再來第23條 可能美國是主要的占領款國 就是擁有處分權的意思 就像在和平條約裡面 所講的都沒有跟日本天皇有關 所以日本天皇有完保有台灣領土的所有權 所有權跟領土權是不一樣的 領土權有點類似我去租房子 我擁有這個房子的使用權 你房子租出去 你有房子的所有權 所有權跟使用權的差別在這裡 有沒有人就說這個比較不理解的 使用權跟土地所有權可以理解嗎 分開來 好 下一頁 好 再來 什麼叫台灣人 你的阿祖 北部 本人在一九順五年交給禮盒 9月2號 所以上面的9月2號 就是日本發戶 降福文書的那一天 那一天之前 你的爸爸媽媽或是阿公阿嬤 有在大日本帝國的戶籍 有社戶籍的 跟他的直系後代 都是日本人 至於天皇的主權是何時建構的 1895年的馬關條約 所以實際上清朝這邊有沒有綠色這邊 那邊是清朝所建的六個殖民地 北部從宜蘭淡水嘉義彰化台南高雄 六個是殖民地 右邊這個有沒有看到高砂族 有吧 高砂族大家有看過賽德克巴萊嗎 這部電影有吧 海角七號跟佳農 這三部電影都跟日本有關 然後再藉由賽德克巴萊 跟高砂族戰了十年 完成了主權的建構 以後 然後再藉由黃明化教育 教育的普及完成萬國公法架構下 大日本帝國主權的一部分 我們成為了大日本帝國主權的一部分 然後再來重要的是這個實施憲法 實施憲法 以後我們就成了大日本帝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個地方之前銀行 殖民地之前所用的 跟成為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以後的 這是日本的這個是日本的這個是台灣的 這是日本的這個是台灣的 殖民地之前跟成為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以後 所用的貨幣發行單位都不一樣 這是日本銀行這個是台灣銀行 這樣大家還可以接受吧 這樣大家還可以接受吧 有聽過行政長官公署的騎手 你會比較有的行政長官公署 警備總部有聽過的舉手 他來其實你把蔣介石部的想成在台灣的中國軍政府 在台灣的中國軍政府 就好像十幾年前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一樣 也會有一個駐伊拉克的軍政府 他底下民政軍政民政民政系統跟軍政系統 組成了台灣中國軍政府 民政系統行政長官公署 軍政和警備總部 中華民國對付台灣人的地方 這個地方他看不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台灣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他看得到的只是 台灣關係法裡面的台灣人 就是住在台灣的中國人 美國以這個藉口 讓我們 以假借這個藉口 看不到我們台灣人 真正的台灣人 操作了做政治操作 再來 台灣關係法底下 AIT其實是民間組織 讓中國流亡政權 讓中國流亡政權 繼續把我們當作 所謂台灣關係法 滯留在台灣的中國人 讓美國 看不到舊金山和約的台灣人 就可以做政治操作 在台灣中華民國 在台灣中華民國 發行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我剛剛有請你們舉手對不對 還沒有申請的身份證 你們 是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台灣關係法的中國人 自由在台灣的中國人 這裡也看不到本土台灣人 就是舊金山和約底下 台灣人的真正所要的 至於這個戰爭法下 台灣的未來 美國軍事政府下面的民政跟軍政 大家看一下 軍事政府跟這邊 蔣介石 蔣介石是部隊 軍事政府也是部隊的意思 但是他是用軍事體制來維繫政府的運作 軍事體制下的民政 爛 軍政 美軍要取代 取代了 你所申請的身份證才能夠決定 你是舊金山和約所定義的台灣人 因為國外只看政見 他不會理你感情說你是台灣人你是中國人 他是看政見的 依聯合國國籍法的定位 自願意願跟合法性 這個就有點比較深了 這裡 2011 6月29號 ECFA簽署 國共和解 中國內戰結束 你把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藉由ECFA 你把它當成兩家股票公開發行的公司 合併了以後 大家問看看 誰會消失 中華民國對不對 後來 中華民國跟你們全力義務的關係 體現在你們拿的中華民國身份證對不對 還沒有升級的人的身份證上對不對 好簽署了以後 合併 你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當郭台銘 可以吧 你把要被併購的當成一家小型企業 小型企業他的員工 薪水 權利義務對加關係 是不是要轉給郭台銘了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所以你們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們的管轄權 你們的權利義務關係 是不是轉到習近平的手上 這個邏輯可以理解吧 併購嘛 這個太深了 我不要跟你們講 我只是跟你們講 身份證又最重要的 好來 台灣還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你看喔 這邊是中國戰區 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 比南京喔 日本參謀總長 我不要講名字了 向中國代表何印清投降 中國戰區喔 如果台灣真的是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會有兩個戰區 為什麼會有兩個投降儀式 太平洋戰區 美國我剛剛講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第23條 主要佔領全國 好來 翔方為日本所屬台灣總督府 曾以以中國台灣省行政長官身份 代表中國戰區投降 從日本代表總督安藤立即 最後一任 我們台灣的總督最後一任 接過了鄉書 如果台灣真的是中國的 為什麼會有兩個戰區 一個就好了對不對 因為在國際戰爭法下 台灣那個時候已經不是殖民地了 一九順五年四月以後 有沒有 我剛才講的 招數 佔領不得宜轉主圈 那這樣光復節從何而來 要跟你們騙 也在跟我騙 這個中三長 台北西綿町 知道怎麼吃的 有一個紅樓對不對 就是這個 現在叫紅樓 以前就是受降的地方 這面國旗 其實不是真正正中華民國的國旗 這是中華民國海軍軍旗 代替美國軍事佔領 等一下我又跟你解釋 為什麼這一面國旗是海軍軍旗 因為當時中華民國還沒有流亡 為什麼會使用 這個 我給維基百科拿下來 余國華 看一下 有看這個五色旗嗎 有沒有看到 這個 就是帝制的時候 清朝帝制要轉成共和制的時候 委託袁世凱 袁世凱 袁世凱大家知道嗎 那個時候國旗 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國旗 這個才是海軍軍旗 所以 真正正正中華民國在那個時候 找到消息了 好了 我告訴大家 不要說太白了 不然中國人會抓公 等一下 還有外選余國華的原因是 一 是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的經理 這你們大家 想有印象一下 我想要跟你們說 美俗 美俗 建國獨立自治 為何不可以 美俗不可行 國際戰爭法 已經日本天皇 1945年4月1號 完成主權建構了 主權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能移轉 台獨不可行 很簡單 你想要獨立 可以啊 日本帝國的國會 頒布一個分離條款 讓分離條款 台灣獨立有一個法源依據就可以 問題是 沒有辦法 問題是台灣根本沒有正常化 你沒有辦法向日本議會 申請一個分離條款 讓台灣有獨立的法源依據 所以現階段不可能 大概這樣子 這在我們民政府 06年24號 10月24號 向美國控告 來來回回 大概數十次 最高法院最後判決 在09年4月7號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 到現在仍然生活在政治領域 就是一直在選舉 在中華台北的體制下選舉 美國就會認為你們是中國人 因為你們拿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你們用行動承認你們是中國人 你們拿民政府的身份證就不是了 對不對 他就很簡單的用邏輯說 你們要在中華民國的體制算 所以一定要選 因為你們是中國人 就是美國行政黨員要主動負責援 我們 第五 台灣募集郵援 就是美國軍事線而已 這個是美國最高法院的 來來回回 重點只有這一個 美國國務院的委任律師佩提選 在哪裡英語叫做歌字 為什麼會歌字 因為美軍還沒有真正親自佔領台灣 美國國務院無法回答 就好像我要打一個人 可是這個人沒有在我要打的位置上 所以打不到對不對 歌字的意思就是 美國還沒有就定位 所以歌字 美國沒有就定位 所以他就有著下一個動作 這個是剛剛的 其實是歌字 並不是我們失敗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為什麼要歌字 好 現在已經是 剛剛是開位在 現在是重點 經濟 經濟 金融業無縫接軌 及本土台灣人的抉擇 澎淮南 維基百科 有看到沒有 日治台灣新竹洲 維基百科 其實是應該講 美國官方沒有正式說明 維基百科其實是 美國想說 不能由官方說出來的一個 這樣知道 日治台灣新竹洲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對不對 你是新竹洲 你是高雄洲 去年不是廣大信號漁船 有沒有 有出事不是 去旗艦上掃到有沒有 有印象嗎 旗艦軍艦經驗 有看到沒有 美國國旗對不對 我剛才跟你講的歌字爭議 本來找不到位置對不對 最高法院無法審判 現在美國用這面國旗 告訴台灣人 那個控告可以繼續下去了 因為美國已經就定位了 已經將台灣GPS 我們的國際政治地位 將我們定位了 美國要開始 台灣地位 正常化的開始 GPS 這是新竹洲 三重郡的 我們的那個說明會 你看一下 警察 我們還有到警察那裡 這 這 這是目前所裁冊的 我裁冊的一些 流氓政府所裁冊的 樂山雷雜站 你們有機會 新竹樂山雷雜站 你們去看一下 上頭已經生去美國的國旗了 這些都是他裁冊的單位 為什麼要裁冊 對 就是他在練 金庸小說的 葵花寶典 自費武功 這些都裁冊了 廢紙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組織條例 這我都會網站打下來 我沒有在跟你們 我沒有在跟你們作弊的 行政院 勞工退休基金 監理會組織廢紙案 行政院的 都沒有中華民國 對不對 沒有看到中華民國 剛剛那個勞工基金退 那個廢紙案對不對 是不是廢掉了 結果出現一個問題 監理會重缺 2.6兆的勞動基金 風險誰付 他現在好像丟了 他沒有運作的法源預計 因為獨家那個有沒有 是不是廢掉了 所以現在 丟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沒有運作的法源預計 現在丟了 這樣有明顯 其他裡面的內容 我沒有跟你說 我自己跟你說 現在流亡政府 正在做一些動作 再來 秘書長應該 前幾天有沒有跟你講 什麼無縫接軌的事情 這個是中央社 中華民國的打手的那個 他自己也講無縫接軌 基金監管 這樣聽到嗎 他們不能說 用新聞這樣給你暗示 無縫接軌 為了錢 講到現實的 為了錢 為了你們的財產 趕快去辦身分證 跟你們的親朋好友講一下 這從 雅虎 打 中華民國 行政儀 打下去之後 都沒有中華民國 都沒有中華民國 這四個字 財政部 沒有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民國 再來 這點上的 兩岸中國人營造的 金氏大騙局 營造不穩定的太平洋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以符合美國總統杜魯門 替韓戰時 有關台灣地位的說法 來做政治操作 因為那時候杜魯門有說過 台灣海峽的問題 要由太平洋穩定以後 穩定以後再來解決 所以兩岸中國人抓了 杜魯門這個語病 兩岸中國人時時都有衝突 藉由不穩定 來合法他 繼續佔領台灣的正當性 這樣你們知道嗎 在把你們用 侵犯 把你們威脅 說不中華民國 要怎樣 要怎樣 用不穩定 來營造他 繼續佔領的正當性 中國人又在武器出來 好 等一下 最頂頭吃 大家看第三頂頭 好 故中華民國政府於1946年1月12號 捷參至第0397號宣布 至1945年10月25號起 台灣人民恢復中華民國國籍行政命令 這個是違反國際法的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國際法 你要更改你的國籍 自願 聯合國自願 意願 合法性 它這個是違反國際法的 1946年1月12號 中國的法官承認台灣人民為日本國籍的日本人 這是這個司法案件是發生在所謂民國35年 你家1911 是不是1946的1月25號 綜藝品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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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台灣人民於當時所謂官戶節 以取得日本國籍 這表示什麼 我們被兩岸的中國人玩了60多年 他們司法案件中華民國 在1946年1月25號就有這個判決了 這表示什麼 從1946年我們玩到現在 中國人 這個時間點你們要記一下 先把這時間點記一下 不一定要抄下來 韓戰1950年 這個韓戰的原因你們自己在上網去查 我這裡只跟你們講 時間點所造成的後續政治效應 1955年 823炮戰1958年 剛剛是1950年到1953年對不對 韓戰 823炮戰中國的內戰1958 8月23到10月5號 時間的連貫性要記住 再來是越南戰爭 是不是剛好連續 都發生在太平洋周邊的國家 從1950年一直延伸到韓戰1975年 為什麼我會講到這家銀行 中華開發 現在叫什麼開發金控對不對 1959年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跟世界銀行 成立中華開發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信託 你們要注意信託 信託這兩個字 好 1959年成立的 我剛剛不是有講余國華 他就是1959年擔任這一家投資公司的經理 中國人 越南戰爭開始 時間點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直接投資 企業融資 其實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戰後重建 戰後重建 因為這一家 世界銀行的前身 是那個 世界銀行的前身是復興銀行 二次大戰大家有沒有聽過馬歇爾計畫 沒有 沒有 好 復興銀行 世界銀行以前叫做 世界銀行以前叫做 復興銀行 戰後重建的一家機構 金融機構 現在是美國最大的股權公司 世界銀行 美國掌控 1959年到1999年之前 中華開發信託 其實是台灣中國軍政府協助戰後重建的金融機構 1999年 信託制 信託制 究竟在和平條約裡面的 第三條信託統治 大家有機會自己去翻譯一下 我現在沒時間跟你講多 信託統治第三條 跟這裡 中華開發信託 信託統治 大家自己去想一下 1999年因為台灣所謂戒嚴到解嚴是從1949年5月20號開始 解嚴是1987年的7月15號 解嚴了以後 台灣中國軍政府的時間 就是從我剛剛講的1949年的5月20號 到1987年的7月15號 李登輝那個時候擔任副總統 蔣經國宣布解嚴 那一天 從開始到結束 那段時間是台灣中國軍政府 就是解嚴之前那段時間 全民叫做台灣中國軍政府 解嚴之後 叫做台灣中國民政府 順勢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因為也要跟著轉型 改成開發金控 改領成工業銀行的執照 再來 推論 美國利用 中概就和台灣關係法 一 成為美國西太平洋不成的航空母艦 第二 篡起西太平洋珍珠鏈的樞紐 其實就是利用台灣做政治操作 擴大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影響力 TPP 泛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 有沒有 美國主導的 他要幹嘛 他要藉由台灣做政治操作 來降低美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主導的RCEP 經濟貿易的影響力 再來 韓戰1950年 越戰55年 58年的823炮戰 這個時間點 推論一下 這是我的推論 這一家公司的資金 是美國給蔣介石集團 看守西太平洋的金雞母 大家有在說嗎 東山東山東山 中華開發對不對 大掌櫃那些劉太英 有嗎 有影響嗎 大掌櫃劉太英 重點 重點是這裡 我幫你防守 你幫我買武器 用我們的資金 究竟這樣和平條約 他本來就要保護我們了 中華中國人 政治法理的無縫接軌 上個月29號 出手 調查這個周永康 他是石油幫的 跟江澤民一起破壞法輪功 割法輪功內臟有沒有 販賣器官的 7月29號 這一天是7月29號 王先生不是經常在說 監察院怎樣怎樣 有沒有 你看這時間點 這BBC的 同樣四個禮告 兩岸中國人開始 同步了 這一家 我剛剛講的開發金控有沒有 開發公營有沒有 他也是 新聞也是在7月29號 核准 開發公營這一家執照 藉著合併這間萬泰銀行 在繳回工業銀行的執照 取得商業銀行的執照 完成舊金山和平條約第三條 信託統治的任務 我剛剛有講過 中華開發是信託制的 有沒有 有印象吧 台灣地位正常化 將伴隨著中國清算江澤民及周永康 同步完成 這樣才能夠轉移焦點 這個是我的推論 不一定正確喔 這點 結合佔領跟流亡的 中國在台灣的殖民政權 這是我們民政府的官方網站喔 其中 流亡政府統治台灣 是非法的 沒有錯 我們剛剛說的 台灣中國軍政府 我有跟你講嗎 194年5月20日到1987年解嚴前 7月15號 好嗎 那段時間叫做台灣中國軍政府 解嚴之後 李定輝就任 就是台灣中國民政府 其佔領治理台灣變成合法 再來 2010年 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 簽的 6月29號 中國殖民政權 失去台灣流亡正當性 還原存在 究竟和平條約架構下的 中國佔領政權 我剛剛有講過 兩家股票公開發行公司 借合併 誰會消失 對嗎 重點就是這樣子 重點就是這樣子 我找到的資料 在維基百科被刪掉了 這個是中國新浪 新浪的微博 大家看一下這家銀行 台灣工業銀行 成立時間 成立時間 往下看 1953年8月 我上台灣工業銀行的網站去查 他自己講 他成立的時間是1999年 1953年8月是什麼時候 大家知道嗎 剛好是韓戰結束的下一個月 1950年的6月25號 韓戰爆發 到1953年的7月27號 停戰協定 美國本來要協助台灣正常化的 結果因為蔣宋美齡的關係 蔣宋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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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all day 這間公司的鄧 underscore 鄧駿餅 在公開上的公司 像 Pharise � lot 說他是非信託制的公司 台灣要ENCE 台灣民政府要轉型為台灣政府 你把台湾民政府当成是信托制的 信托 民政府信托 究竟在和平条约第三条 信托统治 台湾要当大人 非信托制 自己要长大了 要有所谓国际的人格了 所以要靠自己自立自强 这是我的推论 台湾工业营行应该也是协助 真正台湾地位正常化的金融机构 重要的是这一点 台湾工业营行是台湾唯一一家民营工业营行 它的时间 新闻发布时间是2010年 可是现在明明还有开发工业营行 大家去想一下 这就是台湾地位正常化的 唯一一家民营工业营行 之前台湾关系法的 台湾当局的那些工业营行 其实就是所谓中国的一部分 再来 大家看 面对面这里有看的吗 有点衰退了 它的新闻发布时间 上个月2014年7月27号 有看的吗 那天是什么 韩战的停战协定日有没有 7月27号 中年日有没有 1953年7月27号 你自己看上头 台湾工业董事会决议鼓励配发基准日 时间点 前两个月2014年6月25号 开战日 韩战开战日 中年是这点 台湾的工业银行 台湾的工业银行历史 将有机会在新任台湾工营 副董事长洛宜君 跟他老白 洛宜君手上要完成 台湾工业银行的属性 我所查过的 韩国也有工业银行 德国也有工业银行 日本也有一家银行 叫做新业银行 这些都是战后重建 所成立的金融机构 鲍威尔 在小部门 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说过 台湾不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不是独立的 不是享有国家主权 国务卿小部门的时候 这是台湾工业银行的网站 他荣获2013年的艾森豪奖金 艾森豪奖金 艾森豪以前是美国总统 二次大战的时候 是欧洲的盟军统帅 我会这样讲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副统市长洛宇军去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 他当演讲的贵宾 这有一些内幕 也包含着所谓的 我所认定 我个人所认定的军事授权 军事授权 肥咖条款 有听见肥咖条款给他手 不知道肥咖条款什么意思 好 我现在跟你讲一下 太慢了 肥咖条款针对双重国企业 就是要追税 全民外国税收尊重法 台湾是美国占领地 所以肥咖当然也是用台湾 他要针对台湾 如果美国要抓你的时候 你美国人将资产移到台湾 然后跟美国讲 我是台湾人 等到台湾要追你税的时候 你再把资产移到美国去 说我是美国人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肥咖条款要提供资料了 到时候这些人跑不掉 资产跑不掉 除非他放弃其中一个国籍 这很严重 我刚刚讲的ECFA 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合并 等于一个中国 不管是NGO 非政府组织 财团 法人 自然人 你们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就是自然人的意思 只要向流氓体制增计的管辖权 一定是他 因为ECFA已经签了 上个月 6月26号 美国也跟中国达成海外拽税了 所以这些人跑不掉 你们所申请的 民政府架构下的身份证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号码 有没有 你把它想成 民政府架构下 台湾政府身份证后面的ID number GIIMR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什么是GIIMR 美国以这个肥靠条款的免扣码 这是一种延伸 自中华台北 ECFA一中架构下取得台湾金融业的管辖权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有申请到免扣码的台湾金融机构 类似政治监护人 美国三不五十在跟我们说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裁判处分权 他藉由向美国登记了以后 接管了 再来 台湾靠金融业串联经济成长 所以财团被迫已经选边站了 管辖权不可能归习近平了 好 既然财团选边站 金融业取得脱离ECFA 一中架构架 这个什么GIIMR 免扣码 那你们现在在听演讲的 你们这些还没有申请身份证的 你们的管辖权归谁 你们自己知道 我跟我们不能再说 GIIMR 尤其是台湾金融业取得美国 财咖免扣款 脱离ECFA一中架构的管辖权 又有点类似 盈利事业登记证 盈利事业登记证的意思 这就是我脱离ECFA免扣的身份证 你把这个当作免扣码 好 稍微收一下 大家来看看这个 你还没有申请的人 你自己看看 拿身份证的台湾人 你看你的祖国对你 做什么事 四五年十月 是不是以所谓光复节名义来接管台湾 再来 最主要是1947年2月28号 228 然后1947年228杀了很多人 然后开始清香 这个最恐怖的 完全整个香人都杀光 然后被共产党赶过来 所谓宣布什么转禁 然后我们阿公 国民党一块给我们换四万块 换到我都算吃掉 没办法做阿诚 然后1949年12月 所谓千台 其实是被共产党赶过来 被美国地区舰队载过来 那个时候 我会记得我有一分脚 好像没了 一堆人在 隔人港 外面 用TC 装在手的 把台湾人 串成像肉上 脚 把肌中一个抬下去 整肩抬下去 人家用穿在装 这就是中国人 但是我去日本没了 这是发生在我上班的地方 这个人 他拿他们爸爸的装 穿日本军服 人家说自己是中国人 这里就看国民党多厉害 我只说成这样 我刚才不是说一个GIM有吗 免扣吗 这边 这边都是台湾对吗 上头吃GIM 我用颜色区分的就是 同一个颜色的是同一个金融集团的 这个CINO 这个CINO 就是现在 永丰金控 Mega 兆丰金控 台中 台新 台新金控集团 这东西都是申请的 你把这个 GIM 动作是这个金融业财团 所申请的身份证 类同于你们所申请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身份证 管辖权 大家去想一下 没有申请身份证 你们的管辖权 你自己去想看 新光啊 中华开发金控 远东 国泰 第一金控 会叫第一金控 这边第一金控 富邦有没有 富邦有没有 CTPC 中国信托 玉山 益山有没有 G参 日盛 日盛 日盛金控 日盛 台湾工业银行 这家是台湾银行 百分之百关股的台湾银行 股本最大的吧 中华民国已经不再反共了 美国要终止代理权 撤退终止会金普冲 EGFA结束内战 我刚讲过了 两岸中国人合并了 我稍后把我们保护一下 这是我们身处准的滚手 然后身处准的 和卡这个电话 把我们连络一下办事 我们身处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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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和危机定义 占领不能遗争主权 流氓不能就地合法 两岸中国人的宪法 关于国籍是属人主义 它就是说你们老婆是中国人 你们的兄弟就是中国人 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国籍法都是属人主义 你们老婆是中国人 你的兄弟就是中国人 这样就好了 美国是属地主义的 有的人要去美国生孩子 坐飞机 属地的 来 澎湾南 重点是这里 Google把他的资料 抓出来 新专业的 重点是这里 自留在台湾中国人 用客纲 教育部的 下载中华台北 让我们头上都是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228小case 好 现在我们在利用Google 跟维基来抓他的资料 江西省 中国人 他们中国人的思考逻辑是 非我族群 其心必义 作家小爷 大家有听过吗 有吗 好来 核四五六 最主要起家 台湾走到这个地步 不是阶级蓝绿省级 而是公民跟成民的竞争 来我们试用大日本民治宪法 我们是成民 等一下我给你看他是什么人 安征省 安徽省 中国人 他们用全面掌控台湾的媒体的关键的位置 来跟台湾人洗脑 台湾人不知不觉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 今天赖新年灾 前陆委会主委 为何福茂一直不改 陆委会主委 中国不同意 中国不同意 好来 看他什么人 福建省平和市 他只是现在护国籍转成英国而已 这谁知道了 这条歌知道什么歌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勇士进行曲 在七七事变的周年前夕 唱这条 他不是都在捍卫中华民国吗 大家日后 他去访问张志军 说台湾是被主国抛弃的 这些孤儿 但是重点就是这个 歌舞起来 国际法定转让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是殖民地 殖民地是可以交割 是可以买卖的 建构的主权就不行 他们都在转移家庭 在给你们骗 我正常也叫他们骗家 好吧 再恨一个 这就是在跟他们 中国人有的 也可以叫阿卡去 中国朝拜的这些人 你自己看一看 笑一笑就好 你现在知道 英中国人的胜 这个就是我们解读的良方 你要选择哪一个 这个是真相 这个是活在 他们所建构的 中华台北不存在的虚拟事件 这有看过啦 年轻人有看过 海客任务嘛 看 没有新兴 民政府架构下 台湾政府身份证 你很简单 思考罗事 跟外国人的认知 你们就是中国人 你们的思维模式 台湾中国人的思考模式 为什么 你们是中华台北 还没有申请身份证的 你们是中华台北 这个流水线下 所生产出来的一种生物 因为它给你download的是 中华台北 流亡政府 所以你的思考逻辑 被他们的媒体所控制 你没有办法觉醒 新台湾论这一本 就是我们的解药 读了新台湾论 让你法理的世界来对 通行无阻 像我现在 加入到现在 电话民国没找我麻烦 为什么 我们行的证 做的稳 他拿我们没办法 法理世界很简单 法理而已 数据 OK就可以在网络世界跑 所以他们拿我们没办法 他也不敢跟我们怎么样 并且刀枪不入 为什么 我们后面美国 第七舰队 以新台湾论 破解 看透破解流亡政府所创造的 他营造出来的 给我们的假象 你们来这里 其实算是已经觉醒了 至少你们愿意觉醒 这个是人 他后面这一个 是一条线 传输线 你把它当成传输线 中华台北 当罗他们大中国主义的思想 当罗到你的思想里面 你的思考逻辑 怎么会是日本 一定所想的都是中国 从我现在所讲的语言 我也三不五十会被影响到 他用这个给你当罗 让你头部里面的DNA 都是他们中国人 你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他用这个给你当罗 你也是中国人 你嘴只说 你感情说 感情上说 你是台湾人 没效 你的政策证明你是中国人 好来 接下来 六月份 商业周刊给他访问 如依赖中国台湾月脆落 这礼拜 六月底的时候 这个访问 首先要看商业周刊 这个两个作者 这都要摘入 维基百科 创办人 金维春和何飞鹏 你先看这两个 高雄眷村 何飞鹏 南京有名的大富豪 我弄这张文章的重点是什么 中国人的思考模式 所写出来的文章 会影响到你们这些台湾人的思考模式 因为他想的 接受的文化逻辑都是以中国的 所以自然而然 你如果看他们在写 看他们手下的文章 你们会被洗脑 我只是跟大家讲 要了解一个事情 你要先去查原始的资料 有年不是这两个 在美国加州农庄记录两天 对吧 六个四号到六个八号 Snowden 这个庄监听的有没有 同样在差不多那个时间 庄出说 美国监听的一些丑闻 很巧哦 我等一下会跟你讲 这个时间的前两个月 我们台湾民政府 有一个本来要去举办 国际记者会 在美国记者俱乐部的 发生了叛徒事件 这个新闻监听的是在六月 后两个月 传出来的监听丑闻 等一下会跟你讲 好 这挖龙微网路上聊了来哦 爆发出了 有一个什么临近计划 XKS计划 讲到这里 其实重点只有一个 他在警告 心有恶心的台湾人 或者是心有恶心在台湾的中国人 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欧北部 美国有材料 我刚刚还有 在还没讲课 我有跟人家讲 美国只要愿意 他有办法监控 所有人的通讯资料 尤其是我们 我们已经加入台湾民政府 这很现实 不要讲说什么违反人权什么的 军事占领 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心怀恶心的人 我们借由这个已经爆出来了 所以不要再想一些好像要乱了还是说怎么样的 不要想美国有办法 内湖 内湖的AIT是美国Command Center of Asia 亚洲指挥中心 依照希拉蕾 我刚刚有没有 不是有一个希拉蕾的访问吗 他那个时候出一本新书到Handed Choice抉择 其实是在替欧巴马讲一些话 遵照联合国UN国籍的定义 志愿意愿合法性 欧巴也没方便说 希拉蕾说 监控是基本配备 我在这里也不直接跟你讲 军事占领没有什么人权 基本的人权一定会有 但是美国为了亚洲的利益 监控是必然的 如最中国人滞留在台湾 台湾越安全 为什么 美国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在台湾 所以台湾越安全 怎么来的怎么送回去 所以越多中国人滞留在台湾 台湾越安全 美国必须要把他的重金 武器 监控设备在台湾 今年年初 美国不是什么砖井皮台 一直去弄南海地区砖油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中国向美国表示 无权干涉南海问题 结果这是中国新华网的新闻 美国派战舰巡逻南海 承认 战舍执行全面侦裁任务 美国已经开始对呛了 这个其实在1958年就已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 一篇文章已经成到联合国了 但是最新的 他又弄一次 在6月9号 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1234 台湾和澎湖地区 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 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 和主权的非法行动 这是另类的承认 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合法性 因为这个时候刚好 美国在华联外海演习 台湾的媒体新闻没有看 他用这样子来承认 美国占领台湾的正当性 所以不要再怕中国了 刚刚那个希拉蕊 有没有那个访问 其实重点只有这句话而已 我希望这段访谈 不只说给台湾人听 也说给全世界的中国人听 讲好听是说的 其实就是警告 讲好听是说的 讲好听是说的 你不要乱乱来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好 专警平台 结果专警平台 撤离时间不是上个月撤离吗 对不对 其实重点是这个 学者只说中国执行的 美国参议院较早要求 981专警平台 撤离南海的决议 你不撤离 美国大概就要硬干了 中国人再找一些理由 借口下台阶 撤离了 专警平台 讲好听是说完成有关专探作业 其实就是美国准备要开干的一个警告 好 来 这个是谁 这个不要看 这个是谁 前副 那个时候交通部长 好 来 重点是这个 好 来 不是 你看那红尼 你看那红尼 他们准全国尾 现在摩根大通银行 台湾区总裁 就是这个 有声 这个是摩根大通银行的总裁 他在2003年 那个时候 英美联军不是攻击宣战伊拉克吗 那个时候需要经济战后重建 以美国为首 都有一个 这个伊拉克贸易银行 管理者 就是摩根大通银行 这个后面有玄机了 也要叫他们警察 蔡白兰 任职香港摩根大通 完成战略部署 金浦冲 刚刚有了 金浦冲是不是 要移到平坛的 这个是资金的 人跟资金的都准备好 要战略移转 要转进 六月份 阿朱 这个证明中 这个是金浦冲下面的第一号人物 国安会副秘书长 金浦月哪里 访问哪里 拿到跟国安会秘书长 大家去想一下 左边第二位前后的前副 右边第一个国安会秘书长 牛大年 金浦月转进计划 要撤退啊 你如果看到这个推背图 中国的推背图 生我者猴死我雕 创造中华民国的这个 会毁在这个人手上 马英鸟 英鸟 有没有 雕 老英嘛 鸟 这个是有点八卦 你们看一下就好了 要转进 黎盛文 摩根 这都他们的政商关系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都在网路上捏下去 我没什么要捕 要做什么 大家去想一下 这我不要再说了 拖太多时间了 好 历史的偶然跟碧然 对马海峡的海战 1905年 对马大家有想到什么吗 有没有想到什么 马英鸟跟奥巴马 这只是一个那个 大家八卦一下看一下 这我都为了几百个 红仲秋 出生跟死亡的日子 9月8号跟7月4号 其中9月8号 九星山和平条约的清约日 7月4号美国国庆 我只是讲这样子 我没有做任何检验 因为我是从维基百科抓下来的 来 古年交给八号 港款其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 凌晨 日本取得2020奥林匹克主办权 港款9月8号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生肖日 国际上不是不知道 四个今年4月助理国务卿 这个Daniel Russell 他说到一句话 这里 罕见的提到 美国对台湾自治的强烈支持 国务院 国务院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我们有关系的是 美国国防部 对不对 跟美国国务院有关系的是 台湾当局 中华民国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有原因的 联想而已 美国亚太助理国务院支持 本土台湾独立 或是台湾关系法下台湾当局 自台中国人在吉马自治 来喔 内湖AIT 看金湖路 有喔 有喔 来喔 有这家免税商店 金盟 申衡舱 我念给你们听喔 这家免税商店 位于金盟的申衡舱 金湖广场 有同样吗 金湖广场 为目前亚洲最大免税商店 好 再来 仅邻金湖免税广场的 金湖大饭店 也将于今年完工 大家去联想一下 支持台湾自治 美国AIT金湖路 这只是联想 这没有所谓正确与否 心里还想着祖国的人 你自己想 等待的是什么 去用戏 去用担当 中国人就是这样 他知道我们是什么 他知道我们是日本人 敢这样台 回归祖国等待的是什么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他们的领土弄的 早就结束了 还在拥抱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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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身份证的 你们自己想一下吧 拥抱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好 继续节目当中我们来看距离台湾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岛在大陆中央选定它成为两岸综合实验区之后三年之内迅速开发 那么现在开通了台中台北两条船 而船行时间最多只要三小时 在实体交通上非常的方便 未来也将投入将近70亿台币 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三四万人次 作为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平潭不论直航台中或是台北最快只要2.5小时 货物运输长三角珠三角更是一天搞定 已经有眼明首快的企业大张旗鼓砸下336亿台币 投资打造可见 刚刚那个新闻其实就是在6月份ECFA周年的时候 6月29号ECFA周年的时候弄出来的 那个就是他们的集中营 讲好一定是回归一个中国 其实讲难一点就是弄名集中营 宣战状态的中国人要回去的集中营管理 美国跟日本宣战的时候 在日本日本人在夏威夷也是一样 弄一个集中营等战争结束再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发生在我身上真实的事情 真的杜德宏他以前参选过新竹市的游王政府的议员 杜德宏跟我同伴同伴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所以过去了 我这边啊给你们猜到我的年纪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做现在平台一的FN一年一百万了 你看 对啊 你看他那个说我国三 他也算蛮聪明的啦 聪明喔 不是智慧喔 今天想你们知道吗 前清明党立委冯定国 他 他承接了很多政府机构所转型为民间公司的业务 董事长 他这一家公司叫做知拓鸿雨 他承接了很多政府公开招标的一些业务 最重要的是这句话 平台渴望成为两岸云端中心 跟刚刚那个两岸云端数据中心 有预许同工之妙 好 对对对 今年农历后不是护政系统搭档机吗 有没有有些人要结婚办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要救一下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科技没有可能烂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都要去做 我们都要去做 政治信号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 护政系统 当机 然后你再对照 冯定国讲这句话 大家去想一下 护政系统 是不是移到平台去了 所以今年年底选举 到底美国会不会承认 以及美国会不会拍贺电 以及这些人 户籍移到福建平台的云端 到底他们的身份 要如何认定 这个到时候都是 还算蛮严重的事情 护政系统搭档机 我刚才说的 资货红鱼 这个就是由官方的机构 转型为民间 这家公司叫资货红鱼 谁啊 护政资料 警政易难 在护政系统大当机没多久 管理警政系统的 护政系统 管理警政 也就是说 警方所要掌控 所谓八大行业黑道资料的 护政系统也当机 要知道意思 我不要说太悲 我没说 我只要叫你自己去想 想不想不想想文状就好了 不用想 来 这就是掌握全台个人资料 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不归一个中国了 我们已经申请身份证了 就不归一个中国了 不知道 没关系 真的办事文状就好了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OK 中华 还有有人听过 有人听过那吗 清明党送出他听说 要做福建平潭岛的岛祖国 有人听过吗 有 有嘛 好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 去够断掉了 当机 就是他的政治含义 让中国人看 我刷处去 知道吗 对 这是在暗示中国 我已经完成好了 也在跟美国 对 也在跟美国说 I am ready 年底 年底的选举 年底的选举 就看着吧 互证系统 转包中国 网路公司 一个中国 他现在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动作你们 没有新兴 民政务架构下的 台湾政府身份证 动作你们是什么 你们 依志愿 意愿合法 你们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强制的把业务 转过去 你知道吗 你们会抗拒 所以你们申请了 等一下 犯法 犯什么法 犯谁的法 那为什么你们知道 那为什么你们知道 他们也藉由媒体告知的 只是有些人看得出来 有些人看不出来 你们是比较有智慧的 所以你们看出来 不是 不可能 等到被卖掉的时候 就知道了 等到被卖掉的时候 就知道 为什么可以转包中国 网路公司 两岸关系人民条例还抓 还没有废除啊 他们这样 为什么还要硬干 引力给我默契啊 要把你们还有身份证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要把你们卖掉 管辖权一路移转过去 不要忘记 你的资产财富 也会 有没有可能被共产掉 你们自己要去想 好来 这个 末底要结束啊 等一下还会留3到5分钟 大家稍微沉淀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因为我现在时间 转不太过来 由附证系统事件 大家思考 今年年底选举的可能性 有可能会参举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分裂喔 我是觉得啦 有可能会选 美国会不会承认是一回事 第二点 美国是否会拍贺电承认 这就是重点 为什么 因为你签了ECFA了以后 你还在我的占领地 玩选举 你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好像说 我把这个头队给你用 结果你想要把我这个头队领土的全力 想要再拿去转手 有点类似二房东三房东 这样有没有 美国跟我们的生命 生命他就是 把他宣传自己的嘴巴了 对吧 所以这点 我是认为不会承认 我是认为啦 那你们看啥呢 你们觉得美国会承认吗 我认为这一次 因为下个月 下个月要来了啦 那个什么 美国 美国那个要来了 阿哥来 刚刚那个 移籍到中国护政系统 他们的法理身份 你感情上说你是中国人 有用吗 有用吗 没有用啊 你的管辖权人家认定 还是归习近平管 在金门啊 在金门啊 在金门 已经有了 在金门 已经开过去了 金门那个谁啊 金门市长 金门市长有 去中国的 同样双车牌 掘中国的 去中国跑跑跑 福建平潭 福建平潭 怎么样 已经全面开放 要让新台币全面流通 对吧 新台币 大家小认一下 货币是不是一个 国家的主权象征 对吧 你的货币在的人 国家全面流通 这是什么意思 对吧 让他加上去 他要就这样 把你的钱 人民币 收到新台币没去 中华民国就消失了 你有觉得这点很奇怪 自从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签EGFA 离岸人民币 全世界各个国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签EGFA 那天 全球各个国家 都让中国的人民币 成为境外人民币 为什么 他消灭了中华民国 藉由经济统和的方式 消灭了中华民国 货币这个主权象征 什么意思 他就用这个 黑户很大的户 让你调 让你到时候 没用人民币不行 自然而然 进而的 你就要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 黑户很大的户 让你调 你知道吗 要黑户让你调 好啦 没有 没有 还有几分钟 大家想想一下 有什么 大事 看要鸡手 再一两分钟 大家再交流一下 有没有 咱们 好 从法国留学回来的 刚好要去中国玩 结果他发给他的不是台胞证 是发给他什么 中国旅行签证 大家去联想一下 看中国人在做什么 他要挖很大屈 营造一个安居乐意 还是说你在这里可以挖很多钱 让你们大家跳下来 但我们跳下来差不多了 整关把你收起来 中国有一个维席术语叫做收官 所以没有申请身份证的 跟申请身份证的 我其实希望你们多多去宣导 虽然最后他还会有一个缓冲时间 最重要的是资金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 资金的问题 你的存款的问题 我讲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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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